今天要來開一台我心目中最想要的電動車 Model S Plaid 那這台車是1020匹馬力 0百加速2.1秒 而且隔音避震都相當的飄暗 馬上來實測 如果說要問我哪一台電動車是我內心最想要的話 那毫無疑問是Model X 那我們今天要幫大家試乘的是Model X Plaid 為什麼阿格力最喜歡Model X呢 因為你不覺得它的線條整個就很美嗎 尤其配上這個特斯拉新的顏色烈焰紅 哇真的是整個心花怒放 像看到一個小老婆的感覺一樣 我好興奮啊 那為什麼我沒有買這台呢 理由是因為現在家裡有小朋友 所以以實用性來說 為什麼現在休旅車比較流行而不是房車 就在於說整個對空間的需求 那假設我是單身的話 只讓我選一台電動車 不考慮停車什麼的 那我覺得Model X會是我內心最佳的答案 那我們今天這台Play呢 它的0百加速是2.1秒 也就是說它是地表上最快的電動車 那它的這個輪框 你可以看到非常有跑格以外 整個前後的輪胎都爆龜的處理 所以看起來真的就是心花怒放啦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幫大家來試駕 好一開始幫大家試整Play模式 就是0百加速到底多快 可以看到直線進速模式 最佳效能一進就去 好那我們剛剛試了 劣爆模式之後 這個0百加速真的是有夠快 好那我們剛剛試了 劣爆模式之後 確確實只是地表最速的電動車啦 那我覺得這種車最大好處就是說便宜啦 因為對比超跑你要有這個0百加速 那麼快的成績說實在也找不到 因為3秒多超跑0百加速就已經很快了 那超跑動作是上千萬的一個開銷嘛 而且每年你養一台超跑的這個保險費 還有這個相關維護的費用 其實也所費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Model S Play的話 你擁有超跑等級的動力 可是養它 現在零排照稅 零燃料費 也免保養 基本上你知道2萬公里3萬公里 換個什麼冷氣濾芯這樣子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它擁有超跑的速度 但是它擁有比Toyota還便宜的 這個養車的過程 那當然以後馬力稅課多少 這個就不知道啦 因為1020 1000多匹的馬力 馬力稅應該是蠻高的 可是現在馬力稅也80還沒一撇 所以你如果有想要買的人 你可能要知道要有這一條 可是比起來啦 就算馬力稅開始徵求 對比你養一台超跑 其實這個還是比較便宜的 而且超跑的壞處是說 其實你的坐姿都 有沒有 非常低 那在市區開 你可能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那麼會跑的一台車 你在市區開它 你就會覺得說 噢 頓挫了對不對 要噴不噴 想跑又不能跑 但如果是Model X呢 或者是說特斯拉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模式 舒適模式 跑車模式 Play的模式 它會去限縮 你整個馬達輸出的功率 像我們現在在西濱附近的道路 這邊坑坑洞洞 那我們使用一般的跑車模式 其實這個氣壓懸吊就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隔音很好 所以呢我覺得說 Model X它最大的優點在於說 能文能武 那在西濱這麼爛的路面上 其實你開起來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懸吊處理 氣壓懸吊 哇 宜蘭自得的感覺 如果我開Model Y來 就是整個兵兵掉了 好 那如果你是有買特斯拉的人 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全景玻璃天裝特別的漂亮 但是遇到夏天震會很熱 我們現在是三月春天嘛 所以還沒有那麼的熱 但是到五月六月 基本上整個車就會滿悶的 所以如果有要貼隔熱子的 我之前都是貼Gamma的TX元宇宙格子 那老邊的Model X Play 還有我的Model Y 兩個其實都是貼Gamma的格熱子 覺得說品質滿好的 也不會有什麼反光 對 沒錯 對 因為我也有另外一台車嘛 那我另外一台車是 知名美國數字品牌 極黑系列的 也是算滿頂的 那我跟老邊使用Gamma的元宇宙格熱子 其實我自己也用了一年多了啦 那老邊也用了一年多以上 對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耶 而知名是說它隔熱效果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說它是金屬隔熱子 可是它不會擋到任何訊號 對 所以最近也知道很多人 Model S Model X 還有Model Y 都開始交車了 甚至第二季可能有Model 3的換新版 那大家可以考慮貼Gamma的 我覺得蠻好的 那我覺得電動車其實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山路的駕駛 像我們現在山路上 其實扭力是隨傳隨到嘛 你一踩就馬上有 那如果你開的是汽油車 它必須要引擎拉轉的過程 你轉速必須要提高 才有這個最大扭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喜歡跑山的人 電動車無庸置疑是勝過於油車的 雖然有些人可能講說沒有靈魂 但是老邊沒有靈魂也不錯啊 代表怎麼樣 沒有事故 有事故才會有靈魂在車上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說什麼 只有汽油車才有靈魂 配配配 不吉利 像我們現在上山路 稍微踩一下你看 老邊的這個鏡頭就放了一下對不對 所以這個扭力是隨傳隨到 那下坡的時候的體驗也非常棒 因為下坡的時候 你不用去管說你要踩煞車 因為特斯拉的單踏板模式 基本上你的電門放淺一點 就有這個汽油車引擎煞車的效果 而且是比那個強很多的 基本上是動能回充啦 所以你在這個下坡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等於在幫你充電 像現在我們下坡 那其實你就不用去控制煞車 就算轉彎啊 或者是很斜的角度往下 其實整個車都是非常的受控 對不對 你看 這很舒服 下來了 很順啦 你就不會覺得說壓力非常的大 那今天簡單的一個試程 其實大家就可以感覺到 滿滿Model S它的優人之出軟 不管是超跑般的這個速度 以及舒適豪華房車的行路質感 這個避震機的處理非常好 因為一般的車啊 像Model S如果你不要買到Play的話 其實300萬有找 其實就有氣壓懸吊了 你要300萬以內的豪華房車 又有氣壓懸吊了 沒有 而且就算有 你也是要花錢另外選配 所以可以說是乘意滿滿啦 另外呢我們有幫大家測 這個高速公路的隔音 數據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基本上跟LATUS LS 我們自己也試駕過 300多萬的車 以及阿格力以前有一台E200 賓士W213世代的 其實的隔音的等級 也是一模模一樣 所以很多人說 特斯拉的隔音不好啦 底盤不夠啦 懸吊太硬啦 這代表什麼事 你的錢花了不夠 如果你買的是Model X的話 絕對沒有以上這些問題 那如果關於Model S 它的空間 以及後座行李箱空間 後座有進一步要了解的話 阿格力其實也有拍過 一起Model S幫大家介紹過 可以參考影片說明欄上方 以及影片的資訊欄 我們會放上連結再給大家 那也誠摯邀請大家 有空的話 到特斯拉去體驗一下Model S 老邊 我們的馬兒大哥說 這台車的馬力 1000多匹 比他還要會跑 呵呵呵 他也會發現Model S Model S Model 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